虽然不多 当然这钱都是老百姓 我们也不是大风瓜来的 学会拒绝呀 借不了了 我不是不拿你当朋友 这三五百相当于我这大工养着你呢 我媳妇我都没有 我还把钱借你 你也不还给我 有一没有二 好借好还 再借不能 对吧 你借一次他没还 第二次 咱这关系啊 就说只要借钱就算了 兄弟 不是弟弟不懂事 你不还给句话 或者说借三百 你给我一百 我心里也舒服 或给我句话 都是哥们 您他妈连句屁也没有 也不还我钱 第二次还管我借 你他妈拿我当银行呢 我操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或者说 我这还没找媳妇 喝着我这挣钱养你呢 而且能管你这么借钱的人 也不太懂事 明白 能这么管你借钱 不给你的 你还当朋友的 这社会上也不知道咋混 也不懂 一点人情世故不懂 那个杰瑞 主播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老百姓聚餐的地方 你想吃什么呀 团结湖 瑞城国际大厦 二层老 那个 那个老陈一锅 杨蝎子 要么就直接奔鬼街 奇门涮肉 要么直接奔牛街 巨宝园涮肉 也不能说老百姓 聚会 聚餐 这几个地儿都挺好吃 要么就直接奔后海 燕袋斜街 李鸡涮肉 他们家二层 铜锅涮肉 好吃 拍他们家烧饼 要么就是什么呀 李鸡涮肉边上 南丸北鸡烤肉鸡也行啊 南边烤肉丸北边烤肉鸡啊 炙子烤肉也好使啊 这都是老百姓 能吃得起的东西啊 炖炖的吃肉啊 要么就直接奔哪哈啊 长延 长延三兄弟 这家伙 崽头羊哥 这家伙 烤鸭烤鸭的地儿太多了 全聚德呀 编义坊啊 一鹤雅院 大董 大鹅梨 立群 紫光园 太多了 北京烤鸭店 一家店一口味 一家店一讲究 我小时候借朋友二百 然后他说 我请他吃饭 花五百 跟我说不用还了 后来又跟我提这二百 你这朋友真急把够抠的 真他妈 这就是什么呀 穷山恶水出丢民 就二百我先恨不得 能他妈跟你续到一辈子 要这样这朋友 我也不 我也不愿意找这种朋友 二百我先 能他妈续到一辈子 我操 要是我 我他妈也受不了这种朋友 这他妈哪是朋友啊 二百我先 你跟我续到十年了 卧槽 我可不敢交这种朋友 而且你跟他在一起 千万别让他请客 让他请客 能他妈给你续到两倍 都续到你 我看某一人看到个北京主播推荐的牛头 那不吃 牛头不爱吃 你按真正老北京吃法 同锅涮肉 羊蝎子呀 要么就是老北京制的烤肉 要么就是炉煮 牛头咽的东西 没吃过这东西 没吃过 真的 我告诉你 6270也是 如果你现实中有这么心眼的朋友 这种人千万别交 卖离素 第二 交也行 千万别跟他过勤 甭管五十一百二百 你可千万别吃他请你吃的饭 恨不得这一顿饭花了一百 夸能寄你一倍吗 我操你可拉倒吧 这种人可千万别跟他交朋友 不能说不交吧 当朋友行 但是千万别过勤 这那么恨不得这一百 我先寄他妈你一倍 我操 就是我哪年哪天呢 我请你吃饭花一百 一次两次 说十次我能理解 你恨不得长大了十年过去 还提这事呢 算了 而且这种人你记住了 现实没有朋友 谁敢跟你玩啊 恨不得你请人吃饭一百万钱 天天记着 人他妈请你吃饭 吃他妈七八百 你不记着 这这种人 卧槽 这不是情商的问题 这他妈 这种人你记住了 现实绝对没有朋友 谁敢跟你玩啊 这一百万钱 能他妈几把麦子 垃圾吧 我可不敢跟你玩 我宁可没朋友 我也不敢跟你玩 那太抠了 卧槽 老娘们上来了 来 蹦锅 蹦一锅 直接就喷出来了 跟放炮似的 跟他妈点点麻雷子似的 当的一声 你能不能把这收拾了 哎 我这端出来门门不开了 对不住 媳妇 不如把这东西收拾了 对不住 我想的是一边吃一边崩锅 你有那么大说的吗 多让你摆着破烂 你看不着 崩完了崩你 崩完锅崩的娘们崩锅 白天崩吧 晚上能崩一锅也就 因为噪音大有点 就是崩的那一声 有点像放炮有点大 这夜里人邻居睡觉不合适 老人睡觉 要不咱就没素质了 你要说我两边没人没事 这有老人别夜里你 我本来说想夜里给你们弄一锅 你看你这样 怎么了 这桌子放不下东西了 你看不着吗 整这些破烂 乐高给你弄那乐高车 主要是这个我没拼完 有点占地儿 要能拼完了就没事了 这这桌子你不用 全弄这儿来了 干什么破烂都不 哎呀 等会儿啊 我给你换个地儿啊 因为这乐高今天没拼完 有点占地儿 行不 主播是北京哪里的 好想跟主播偶遇 我在军播 我没在北京哥们 我就别跟你偶遇了 我这跟你偶遇 我还得请你吃饭 就别偶遇了哥 你自己去吃吧 哥 你让我跟你推荐完了 我跟你推荐完了 你去吧 我爸去了 我现在没在北京 我在宴郊呢 这边离北京进检查站 只有五公里 我就怕回头我大老远去吧 我跟你见面 我还得请你吃吧 不请吧 我就没格局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推荐 你吃就行了啊 哥们 没用爆米花 就今天拿回来崩了两锅 第一锅还已经把失败了 第二锅崩得挺好 兄弟 我跟你推荐完 你去吃就行了啊 我就不去了 我不加微信 不加微信啊 不加微信 好家伙 这大哥事还挺多 我还得加微信 还得加运营啊 我还得上北京 跟你偶遇一件 我是在运营 在这坐着来 我是助理 谢谢媳妇 这属于我们的晚饭 不算夜宵 我们的晚饭 原来媳妇能帮我煲鸡皮 现在也没法煲了 因为自从吃可乐鸡是 我媳妇现在看见鸡皮都饿了 把鸡肉都放进来 正好都烘烧了 多弄一块 不吃这鸡皮 烤鸡皮能吃 这不能吃 对了 我得开双倍 忘了 我把标题改了 双倍清明座 9月14号到期 先用这个 等会儿啊 我先把标题改了 忘了改标题了 今天双倍清明座 对 尽量别说话了 我这一说话 一吃东西把老往外喷 房间设置 稍等啊 我把标题改了 OK 那啪啪啪啪 完活儿 静哥能借我五百 我整个冲去女朋友 借不了 不要在网上开借钱的 开借钱的那个 文项 那谁 985那哥们 我跟你先说一下 哥们 985那哥们 第一 我房间没有运营 第二 我跟你不太熟 第三 你别在我房间 一直加这个推广广告 我不接广告 是因为我人气很低 我帮你卖不出东西 第四 你问我在北京 吃什么喝什么 我已经推荐给你了 你就别在我房间 打广告了 你去大主播房间吧 没见过你 这么不懂事的大哥 好不好 谢谢你 咱们直播间 属于小店 不是大主播 挣点钱不容易 大哥谢谢你了 我直播七年了 又要吃 又要喝 又要给你打广告 喝着这 你得把我媳妇带跑了呗 就没见过 这么不懂事的人 大哥就别在那说了 再说就360出去吧 就直接给你疯了 太不懂事了大哥 大哥这 都是社会上经历的人 太不懂事了 你这又吃又喝的又要打广告的 你要干啥 我房间没有运营 就我一个人 我跟我媳妇 那挣点钱太拿了了 我套 跟他妈该你的一样 这情商太低了 他看着再刷就360 封掉他 你爱去哪房间打是你的事 别在我房间再刷了啊大哥 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推荐完了 你去不去跟我也没关系了 太不懂事了 真是 就甩个鸡嘞 讨厌 诶这是什么呀 牛肉 我讨厌 你把那牛肉也热了 哎呀这家伙 还有牛肉呢 听到乎 我怎么胖了 进程啊 我吃饭多长胖不很进程吗 我这崩安的爆米花下午到现在 这一屋子都是爆米花味 还挺香的 真香 鸡皮 跟里边有一点那筋都不爱吃 脆果 几年没看过你了 以前死过院烧烤 太早了 早了事了 哎呀 我们楼上有个人吃了半个月的螺蛇粉 螺蛇粉多臭啊 吃不了 不好意思 从来不爱吃螺蛇粉 我觉得螺蛇粉最臭啊 吃不了这玩意 我不怎么吃菜 我基本爱吃肉 吃菜也很好吃 一毛钱两毛钱啊 那个帮弟弟点拨一行任务 然后呢 今天双倍金鸣露 看看咱家这些老粉啊 包括防火碗都来了 愿意帮忙呢 帮弟弟生个粉丝盘啥的 要不老点呢 碰见点双倍不容易 顺便一毛钱两毛钱 撕个人头 生个粉丝盘啰 上半斤盘啰喽 我去鬼街不吃帝王蟹 我在家吃帝王蟹 上外边吃帝王蟹多贵啊 宝贝 在家吃多便宜啊 在家自己做海鲜是最便宜的 你去外边吃海鲜多贵啊 兄弟啊 我还在家吃什么 我就是吃什么 我一口我都吃不了 我一口我都吃不了 你要在外边吃帝王蟹可不止八百 而且你在外边吃帝王蟹 好多帝王蟹都是小帝王蟹不大 627零用的 一包钱两包钱啊 帮你凑点身头 双倍琳琳琳我剩个粉丝盘喽 我看见了 刚才这次直播不要说 实锤了今天我知道 不要说呀多余 我媳妇买的饭碗不是我买的 要让我自己吃 要让我自己吃我基本都拿一次性饭碗 为什么不用刷直接扔 一次性快乐一次性饭吃完就扔不用刷 习惯了 深夜放毒晚上吃完夜吃完都习惯了 太习惯了 晚上吃面 他不是吃面 他不是吃面 他是不爱吃炒菜这些东西 我不是不爱吃炒菜 鸡是我不爱吃 他只能吃面条蒙菜鸡 然后是煮的火鸡面 过了他鸡蛋 哦呀 哦 吃葱了 哎呀 哎呀 帮弟弟 哎 鸡腿 过了一下 鸡腿完成按照啊 哎呦 吃那么成功了 吃太快了 双倍亲密度 帮弟弟操操人头 然后呢 正常聊了啊 今天想听点啥 疑难杂症啊 兄弟姐妹们 刷 杀无尽这些哥们 咱就别杀了 谢谢你 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六年前的事了 咱不怀念了好不好 可以聊聊 同样都是过去五年 你现在有什么好的发展 你现在挣了多少钱 结没结婚啊 生没生子啊 明白了吗 就不要老在 不要老说这个变老了 那个变老了 大家都在长大 都在变老 很正常 吴静我看你 我看过你干魅力 我没干过魅力啊 我跟魅力没有节奏 我干谁啊 我是一直直播 这七年来说 一直跟串狗干 跟别人没怎么干过 就是干串狗嘛 我发现一问题 现在一到夜里吧 基本来了一帮新的哥们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把这高德奉 你 现在挣多少钱 你搬没搬家 你到底结没结婚 又无尽 你老了 除了这些话题 没别的了 我发现现在一到夜里边 竟是来这些神神叨叨的 天天回忆的这些人 我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呀 好汉不提当年勇 行不 咱能不能别再回忆前了兄弟 就是咱聊聊现在就行了 因为我觉得在直播间聊天的吧 都是情商高的兄弟 但是你这一说话吧 可能看了六年七年 一看等级三级两级的兄弟就别说看了六年七年了 就情商有点低了 你明白我意思不 咱正常聊会儿 别的主播咱也不聊 不认识人 咱也不聊 咱聊聊就是生活的东西 不认识的人 咱就别说了 行不行 你说这一聊天吧 都是假粉丝 我说那你看那七年 是兄弟 我看七年六年没看 我不知道该聊啥 要么就是聊聊什么北京牛道 又二五零的 问题是我跟人家都不是特熟啊 行吗 咱不聊以前了 我现在没以前疯狂了 但是我有媳妇了 我买房了 你懂吗 之前还想找你 你可垃圾吧 倒吧 你可别来了 我操哥 这他妈现在扣税本来就高 收入低 还他妈要找我吃饭呢 哥 我真让你来 你这筷子你下得去手吗 我操哥 你真知道 你可别来了 哥 我操 现在不是以前了 兄弟 现在可不是以前了 收入高 还他妈要来呢 我操 你可别来了 兄弟 喝杯 北冰洋都不请你喝了 这他妈四级号上来 告好来呀 喝着 你那妈看直播 吃顿饭走了 不不不请了 可不请了 可不像16年那会儿 听听听 可不能这样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是上班的人 人情世故得懂啊 你真他妈免费吃啊 我操 你但愿他妈靠我六年 七年刷个飞机 不过分吧 咱那吃都行啊 这他妈又是觉得我人 又嫌我人气低了 又要找我吃饭来 都他妈让你说了 我操 兄弟 这话都让你说了 又嫌我人 刚才自己说嘛 你没以前人气高了 你没以前疯狂了 我还要找你吃饭呢 我就特想问大哥 你这现实生活中 上班也好 朋友关系 同事关系 混的咋样啊 情商这么低 我操 恐怕现实 没有什么朋友吧 你他妈又嫌我人气低 又他妈想找我吃饭来 都他妈让你说了 是之前是给我刷过 刷点免费 免费鱼丸啊 搬张港 不是说弟弟不懂 不是弟弟不懂事 咱喊上那句话 大家都是社会上 混的人情实故 上班的人都应该明白 现在直播不好干 第二扣税高 咱就别老想着 找主播吃饭了 可以吗 实话 不是弟弟不懂事 您真上这来 又吃又喝又住 没关系 就怕回头吃完 喝完了 住完了 回家又帮我借钱 所以说现在不暇接触人了 因为我做直播七年 一共请客无数次 光借出去的现金就十一万 不是弟弟不懂事 因为对你们极个别人太好 没有用 你懂吧 都是一些社会上的过客 都是一些社会上的过客 所以说呢 咱不牵扯到请不请吃饭 咱也不想 咱也不讲 就说这主播仗义还是不仗义 你要真有机会 等我出去 可能自驾游 请你们吃饭没有问题 咱就别来家了 行不 我谢谢你了 不是弟弟不懂事 行吧 这上这又吃又住 还得坐奔驰 还得接送 然后呢 到最后可能说 要碰见一不懂事的 回家还得帮我借钱 不是弟弟不懂事 咱说一句 不是说看不起谁 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是孩子 咱有什么话呢 就是说都三二来岁 这点情商人情事故 应该得懂 别因为弟弟不懂事 不请你吃饭 我人品有问题 跟这没啥关系 就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别回头不请吃饭 我人品又有问题了 对吧 直播都为了钱 我现在 我现在结婚了 准备要孩子 我也没见你多懂事 还得我请你吃饭 对吧 所以别的不多讲 所以有时候就特讨厌 说兄弟 我看你六年了 五年没看 我得上你那吃 上你那住 就算了 不是弟弟不懂事 就不请了 哥们 你觉得你这种方式 找别的主播吃喝 你就去 我不请了 因为现在直播 人气低也好 包括现在扣税高 挣钱不多 再加上我结婚 准备要孩子 对 我结婚 我也没见你 给个份子钱 帮他一吃喝了 想起我来了 不是弟弟不懂事 咱不请了 你该上哪要饭 你上哪要饭 我就不请你了 你要你的饭 我要我的饭 咱都互相不干涉 我觉得挺好的 对 就怕这个 知识的时候 或者说人情世故 不懂事的 操我这 想吃饭 想起我来 我拉的时候 没人理我 我就 他请我 我也不去 就是请我吃饭 我都不去 为什么 不是不好 我也不差这一顿饭 再加上 现在我在外地 没在北京 我没有在北京 我这房子 是在燕郊 买的 在河北 不是弟弟不懂事 要不一帮小孩 天天 亚无尽哪 你不请吃饭 你人不行啊 就算了 不请了 我请完你 我人事好了 我钱没了 我得养家糊口 我哥们 所以你也别老想了 又吃又喝 上我这住 刷张办卡 就要上我这吃了 请不了 一张办卡 六块钱 我拿到手 挣一块多钱 我请你吃顿饭 再花个三头五百 再请你住 你再帮我借钱 合着里外 离我亏太多了 没有赔本 没有赔本的 买卖 不是弟弟不懂事 所以就不要再说这些事了 然后愿意帮干嘛呢 正好今天双倍亲密度 可以升上粉丝牌 双倍亲密度 好家伙 你看一说生牌子吧 没人说话 一说吃饭 免费请客全来了 所以说你们这帮人呀 还老天天说我们主播要饭 天天老带我们这个节奏 一点人情世故不懂 也不知道你们现实工作中 他妈到底有没有工作 人情世故不懂 真的如果你要真是这情商 在社会上没人敢跟你做朋友 只会吃别人呢 不想着付出 老想占便宜 不可能 刘二七林 所以说正常聊会儿天 聊聊疑难杂症 那谁 那个王婷 双倍亲密度啊 升上粉丝牌了 然后那看看一会儿 有没有大哥呀 整个两手 上个两手 哎呀 没毛病来了 没毛病 没毛病怎么来的 我烟瘾是挺大的 我烟瘾是挺大的 那大叔不播了 好多那会儿你能看到老主播 好多都不开播了 因为现在不挣钱呀 因为现在不挣钱都不开播了 所以说你们可能在打开美食区 可能没有什么主播了 老主播都不播了 哎 媳妇 你上来给灯泡打开一样门 正好让他下去吧 跟你待着 还有什么想听的 困的 咋点休息 不困的呢 是不是 双倍亲密度啊 升上粉丝牌啊 上吧两手的 点吧两波的 刚才那些 看六年七年的铁粉 都去哪了 一说刷礼物全跑了 哎 那谁6270 飞机感谢感谢 刚才说那些六年七年的铁粉 都去哪了 这一说刷礼物全跑了 亲爱的 谢谢 谢谢6270 所以就说嘛 就你们这帮逼 天天那么混吃冷死 哎 还差三个人头 一说刷礼物 绝对不是兄弟了 一说不刷礼物 兄弟我得上你那吃喝去 就你们这帮逼 就这几把情商 真的把招人不带去 当时还记得 那谁 撩队长 你也不要再怀念以前了 你跟我这儿怀念半天 怀念的都是别的主播 就这种聊天 情商真的 我还真的挺郁闻的 我还真的挺郁闻的 你是我的铁粉 还是大叔 还是串狗的铁粉 你是真的吗 不会聊天啊 哥 你要聊就聊 现在的直播 而不是聊别的主播 你懂吗 你要说愿意聊别的主播 你不要在我房间聊 我不管你是 三年五年没看我 我不管你看了我多久 但是我觉得聊天情商得有啊 聊聊咱自己直播间的事 你天天老聊这些别的主播干什么 所以真的 有时候说你们他妈这些小号情商低吧 不请你们吃饭 真他妈挺有道理 一点他妈不会说话 你他妈到底是不是我铁粉呢 你要是我铁粉 你他妈就聊我的问题 对吧 你现在怎么变老了 你怎么变胖了 你是不是搬家了 可以聊聊这些事 您那嘴上说是我铁粉 你他妈一直聊别的主播 我是真不知道你没情商 还是我不会聊天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牛道我不认识 在北京做主播自媒体的主播太多了 你们天天让我分析牛道 我不认识人家 我为什么要聊人家呢 我都服务了 牛道那些主播 网红也好 自媒体我不认识 我怎么跟你聊人家 所以说你们家情商低吧 不会聊天 还他妈不爱听 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人家 你今天刚到北京 就赶上直播了 去团结湖 团结湖吃那瑞臣国际大厦二层那老陈一锅特好吃 去尝尝你特别香 羊蝎子必须得吃 团结湖 那个瑞臣国际大厦二层 那个那个羊蝎子好吃 因为在北京也好 在整个中国有好多老陈一锅的分店 每家店口味都不一样 你尝尝这家羊蝎子店特别好吃 去尝尝你 我一天呀 我一天得两盒半 一天一盒半打不住 因为直播比较费烟 明白吧 所以抽烟一天一盒半没洗 怎么着也得两盒半 我确实得需要结烟了 确实得需要结烟了 这准备要孩子烟就得结 但是有一点我不会喝酒 不太会喝酒 从你最开始带几只猫 大哥你都差不多六年没看直播 不知道很正常 但是你六年没看直播 进房间咱聊自己的事 而不是说我进 大叔去哪了 串狗去哪了 雪拿瑞去哪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粉丝 说话聊天得有情商 你既然六年没看直播 你得跟我聊啊 你这见老朋友也是 兄弟咱六年没见 哎兄弟那个人去哪了 那个人去哪了 我觉得特别不会聊天 不是说你不好 你要现实中跟朋友这么聊天也情商太低了 你懂吗 你自己都说差不多五年六年没看直播 你不看我 你老聊别的主播 我不知道是你不会聊天 还是我没有格局 而且你既然会玩斗鱼 你直接搜索他的名字 房间就能搜到 他哪天播哪天没播 上面都会有提示 明白吗 你这一直跟我在聊别的主播 我很尴尬 我是跟你聊 我还是不跟你聊 你是我铁粉 还是他们的铁粉 对吧 我不想去较劲 交半天进吧 都是一帮小号 我也不想去较劲 只是说你情商太低 我真不想回答 我真不想理你 不是弟弟 我不懂事 是你真不会聊天啊 是没必要 不是说避讳 我这一看吧 都挂着李家大院 可能真是铁粉 你说不回吧 又不合适 你回复吧 他就一直跟你聊别的主播 你懂吗 就是因为我看都是铁粉 不回不合适 没办法 你不回吧 他就觉得操 我现在回来玩 看你你也不理我 我是你铁粉 你回了吧 往他继续问 问完了别的主播 兄弟你奔驰去哪了 你 然后你霸道 可以吗 六二七零说什么 房车一体好 还是拖挂好 各有各的优势 你拖挂房车 就得有前车 你要一体房车的情况下 不用学车 所以你要想聊房车的事 我能跟你聊一晚上 但是你是想买房车 我建议你别买六二七零 你正经的来说 你按咱那说 你这政府上班 你这政府上班 你不要买房车 因为你没时间出去玩 你买完房车 只能搁在家里 等着天天落土 没有意义 你懂吗 个人建议 你要真正上班 时间忙 千万别买房车 尤其你在 你在那个政府上班 那你就让你父母 买一体的房车 因为一体的房车方便 不牵扯到倒车 一体房车呢 有一点好 倒车方便 你懂吗 但是你要换句话说 为什么拖挂房车 你别买 拖挂房车 倒车特别麻烦 而且整车长度得134米 太长了 特危险 而且你要现在想开 拖挂房车的话 你就得花个七八千块钱 去加增价去 你得增价个C6的本 你懂吗 但是你要开一体房车 首先你不用增价 第二 但是国产房车呢 三四十万是便宜点 但是有一点 国产房车吧 就怕出问题 你要买进口的奔驰是好 但是进口奔驰可能一百多万 有点贵 好吧 我不会了解 只是回 你不用回 你跟我回忆的永远都是串 你串狗 包括大叔 你根本就没回忆我直播这点事 明白吗 撩队长 就是你情商太低 不会聊天 所以咱家哥们都不让我打理你 你从头到尾进房间 一直在问 串哥去哪了 大叔去哪了 雪纳瑞去哪了 你从头到尾都没跟我聊过一个乐沟 所以你不用跟我回忆 你回忆的是别的主播 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误会你 你回忆可以说那会租院子玩乐高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说你不好 你这从进房间一直在跟我回忆别的主播 你自己看看你弹幕 对吧 之前看的进口 进口的比较贵 你进口房车 你维修 保养换零件也非常的贵 你买一个国产的小窗户 可能说七百八百 你要买进口的就两千七两千八 所以进口房车跟国产房车 你一定要玩明白 你要真想玩就买国产 国产的配件啊 也好修 但是进口吧 可能有进口的好 明白吗 你进口房车有进口的好 你 你要买国产有国产的方便 因为国产便宜 明白吗 所以你是买国产还是买进口 你自己考虑 但是进口的房车很贵 而且房车得需要保养维修 花的钱很多 而且房车没有保险应该 我不知道一体房车有没有 好像那谁拨号 我记得好像拖挂房车是没有保险的 我不知道一体房车有没有 明白吗 双卖亲密度啊 升上粉丝牌了 哥哥姐姐们 一体房车有保险是吗 因为我没买一体 因为一体房车吧 反正不便宜 而且一体房车有一个致命的点 如果你这房车要出了问题 你这车就走不了 就怕回头修车比较麻烦 但是你要买拖挂房车 前边开的八道路巡拉 前车不出问题 后车就能走 所以一体房车跟拖挂房车有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优势 我为什么不理你的弹幕 是因为我觉得你这大哥神神叨叨 所以我不大理你 你正常跟我聊天 我一定会回复你 所以在我房间 你记住了 如果你发的弹幕 我要没理你 证明我不待见你 你就别看了兄弟 实话实讲 因为在我脑海里边 一般问问题让我讨厌的 或缺心眼的问题 就是脑袋神神叨叨的人弹幕 我都不回答 所以你爱看看 不爱看 你就看别人就行了 你就记住这句话 在我房间你发弹幕 只要我看见没理你 证明我认为你脑袋有问题 所以就别看就行了 有点自知之明 你聊的问题 如果要真的有意思 我绝对会回复 你神神叨叨 缺心眼一样 在弹幕里边 自己跟自言自语 我都不搭理 你16年看我直播 是别人的粉丝牌 你还说看我六年 看我差不多该七年 所以不理你就对了兄弟 你正常聊天 跟我跟看我几年没有关系 第二跟刷不刷礼物 也没关系 第三正常聊天 说话吹牛逼不要去撒谎 我随随便便上一小号兄弟 我也看你十年了 我都不带信的 所以你不要跟我提 你看我几年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理你肯定是有原因 你不用去问我为什么 一体买回来是不是得改对 我告诉你啊 这房车你尽量 为什么别玩 你要说叔叔阿姨可以玩 你买完房车回来 需要改锂电池啊 包括说太阳能走线 特别麻烦 但是有一点 你买完房车 直接上那个房车 卖房车4S店附近 都会有改装厂 哎 青春 基本就是从里到外吧 你要讲究点的 你还得买发电机呢 那一发电机也是分价格 你要买国产的发电机 三四千块钱 但是国产发电机吧 一个是电量充的不是那么足 第二啊 就是可能说国产的发电机 噪音特别大 所以你要真想玩房车 你记住了 不是说买完车 我就能玩 你要真想买发动 发电机的情况下 一个本田 一个亚马哈 这两款发电机 是最牛逼日本的 你看我买那发电机 我买那发电机就一万七 但是有一点啊 记住了 玩房车的这帮人都知道 如果你要带发电机 夜里睡觉 可能会被偷 竟是玩房车的 竟是被偷发电机呢 所以你买的这个本田 或亚马哈的发电机 贵 招眼 容易让人盯上 所以你玩这些东西 你都得小心 这都他妈的 好多人玩房车呀 可能把那房车一停 被人撬锁 进屋偷东西的 包括把那发电机偷走的 就是好多那些 玩房车的人 都遇到过这种事 所以你要想清楚 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什么呀 你要买房车 你得需要买好多的东西 明白吗 装电视啊 洗衣机呀 包括那些水管 你都得重新走先 反正挺麻烦的 你要怕那水管子有问题 你就把那房车买回来 让它从里到外 重新给你走质量好的管子 因为你看我那房车就是 我那房车那管子 就质量不行 所以你要会玩 把里边他所有的管子 都换质量好的 反正挺麻烦的 但是这点 你只要有钱 扔改装厂 改装厂的人 都帮你都弄好了 就是你买完房车 你得改装 你不改装不行 你看人欧美啊 你看欧美 欧美人家玩房车 怎么就美国 人家玩房车 不需要改装 就是说买回来 我直接就拉营地 但是中国的房车 营地还是少 明白吗 六二七零 就是中国的房车 营地还是特别少 所以你看人大欧美的 人家买完房车 从来不 从来没有改装 这一说直接拉着车就走 但是在中国玩房车 你买完房车 你得花好多钱去改装 就是这么跟你说吧 你要说爱玩 玩房车上百万 你要说买了一小房车 你要讲究点的 你别想看那些 柜子门的小五金件很贵 你随随便便 再改装个几十万 跟开玩笑似的 你别想看房车特别的贵 你普通家里的窗户 可能不值钱 但是你如果要买完房车 要往里装东西改装 可能就是家里 可能买块玻璃五十 你买房车就得五百 甚至一千 就是贵 所以玩房车 不光得有时间 你得有钱 你必须得有钱 对 咱国人不喜欢露营 为什么 咱中国人玩房车就是什么呀 这车必须得牛逼 为什么呀 我开这车 我不需要充电 有太阳能 走到哪都有电 都得有水 所以就得牵扯到 你得改水箱 改那个充电的 那个所谓的太阳能 所以咱国人玩房车 就是移动的家 跟人欧美玩房车 两种概念 真是两种概念 我擦房车 你等我一下 好 不需要充电 然后再走到哪里 这种内容 不需要充电 我躲起你 不需要充电 我躲起你 我不需要充电 我躲起你 不用再扶起你 你能躲起你 我不需要充电 你需要充电 你需要充电 在我旁边 还有什么想听的兄弟姐妹们 是今天人少吧 那愿意帮个忙的啊 双倍亲密度升上粉丝牌 兄弟姐妹们 给弟弟升上粉丝牌呗 兄弟姐妹们 不能再聊房车 聊房车没人聊了 不能再聊了 他这也不仔细听 这六二七零 给他讲半天 他那麽也不仔细听啊 好家伙 那这孩子 聊别的吧 还想听点什么呀 聊点感情疑难杂症的 然后呢顺便呢 双倍亲密度升上粉丝牌 那哥弟哥 不讲不讲 讲不了悬疑 别在我房间点火了啊 讲不了啊 讲不了 鬼故事灵异 外星人什么的 这些全讲不了 不要在我房间再说了啊 真讨厌 不要讲了啊 讲不了这个问题 没法跟你讲了 那谁那个唐僧 你愿意听鬼故事 悬疑该上哪房间 上哪房间 我这房间 逗余不让我讲了 该上哪房间 上哪房间就行了啊 基本扣了吧唧的 还基本点上活了 我他妈因为你讲灵异的 悬疑的 又什么再给我疯了 操 外星人不让讲啊 属于封建迷信 要能讲我早就把讲了 不让讲啊 我他妈因为 我他妈因为讲 他妈这外星人 那个他妈扣了多少分了 不让我讲 属于他妈封建迷信 不能讲 讲不了 讲点别的行 但是那些 牵扯到政府啊 国家呀 包括灵异啊 那些东西都讲不了 就恐怖的都讲不了 被永锋的主播 也逗于不让讲啊 不让讲 所以不要在我房间 再说这个东西了啊 讨厌 创业了解吗 24小时 棋牌室 不太懂 不太懂那个 但是一般能开棋牌室的 都是一般上岁数的人 家门口开呀 邻居呀 基本就是邻居去捧场 棋牌室 但是棋牌室挣钱吗 我都怀疑挣 都不挣钱 就得棋牌室 棋牌室不能讲 犯罪也不能讲 不能讲 我谢谢你 不能讲 犯罪的 灵异的都不可以讲 所以你们正常跟我聊 可以聊点历史 或者听房车也好 包括说聊吃的喝的都行 犯罪的 包括所有什么宇宙生物 都不能讲 明白了吗 不可以 我要能讲我早给你讲了 早就给你们讲这东西了 不让讲啊 对 基本你要开棋牌室都是自己家门口讲 一般都是自己家门口 神话也不能讲啊 不可以讲啊 能讲早就给你讲了 不能讲 现在最多聊天 就聊感情啊 生活啊 你媳妇跑了的 给你戴绿帽子的 能讲这些东西 明白了吧 小康社会 现在我觉得在直播间的 应该都属于小康生活 等会我开点 有点热 我觉得现在在直播间的生活的人 我觉得都应该是小康生活 都是小康生活 够吃够喝不就得了吗 挣多少钱是够啊 师伯 顺便升上粉丝牌了 哥哥们 姐姐们 好家伙 双妹亲密度咯 今天把我的霸道脱钩安好了 然后呢 你按霸道脱钩干嘛呀 没明白 这深海 这深海是老粉丝吗 深海 你你把霸道脱钩安好了 你也是要玩房车是怎么的 还有什么想听 正常聊啊 那些不让聊的就不聊了 严明又抽丑比特了 你也抽不出来 天天电刀 你那小院现在回 大哥我都他妈买房了 我还住什么小院啊 呀 扶了就天天问这些若智的问题 你看不出来我搬家了 我还回什么院子啊 就你们这帮事逼就是这样 我搬 我搬到 我搬到楼房了 你让我回院子 我他妈回院子 你让我出去吃饭 我他妈出去吃饭 你又让我回楼房 就事逼五六的特讨厌 就别挑了 我都结婚搬家了 就别在那说了 你直播你都不待看了 天天让我这个那个了 我他妈搬家了 你让我回院子 我住院子 你让我出门 我到底去哪 都是一些不看直播的人 讲讲摩托车 跟电动车的通勤区别 不讲了 没时间跟你聊这个 兄弟 可以看婚伤 我俩还没照呢 因为现在某情嘛 回不去 我俩婚伤照还没照呢 怎么着 也明天再说了 小院烧烤架子 有没有带过来 带过来了 但是呢 在屋里没法烤 在院子能烤烤 烤烤 在屋里没法烤烤 自己家不能这么烤 烤也是下楼上院子里烤 你知道不 刚才谈出一个对话 哎呀妈爷子呀 你好久没看直播了 更没必要跟你讲了 没有意 因为跟你讲了 我在哪 我搬家了 有什么计划 你也不看直播 这就是新的一话 跟你讲了 你也不看直播 跟你讲什么 怕追尾装脱钩 不是不是 怕追尾装脱钩 那叫流氓钩 按道理来说 这钩子是不能装的 但是现在你装了 也没有交警去管你 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如果你要真装了 你说你要没这脱钩 其实这安全事故 刮蹭就不会有 所以这叫流氓钩 按道理来说 流氓钩是不能装的 当然基本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按了也没人理你 明白吗 按道理来说 那脱钩流氓钩是不能按的 你得有手续才可以 那些拨号 点拨三线任务 双倍亲密度 升上粉丝牌了 哥哥们 姐姐们 摸摸大 来个大哥 来个大哥 一发入魂呗 好家伙 还想听什么呀 还想听点啥呀 兄弟姐妹们 点拨关注不迷路 升上粉丝牌 双倍亲密度了 没看就没看 看不看的 无所谓了 你不用告诉我 你多久没看 正常聊天就行 因为你跟我说 好久没看了 可能五年四年呢 然后呢 你老问我一些问题 我就不爱回答 我回答你 你也不看了 回答 所以说跟你聊天 就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就正常聊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几年没看 正常聊就行 因为你告诉我 五年四年没看 我跟你聊天也白搭 我跟你聊了 你也不看 所以跟你聊天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你几年没看 就正常聊 我直播聊到哪 咱就讲到哪 你想听什么 吃喝的 违法的 鬼故事 灵异都不能讲 包括社会新闻的热点 都不能讲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也不用 老一进来 就是自爆加门的 兄弟 我六年没看了 七年没看了 这跟我都没关系 就是我聊到哪个话题 咱就讲哪个话题就行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要愿意聊 就跟着我们的话题聊 不爱聊 你就看别人 没关系 聊聊生化危机 真人白 不知道 但是生化危机 说实话 都拍烂了 你要说真正的 生化危机 第一步到第三步 好看 第四步就没意思了 就相当于 不是他妈打僵尸 相当于 打怪物的电影了 就变得太多了 这个剧情 所以说现在你看 生化危机 相当于 看的是怪物 并不是僵尸 反正我觉得 现在生化危机 这改版改的 真的挺没劲 包括铁血战士也是 翻拍的越来越没劲了 真的没意思 最多就看一个 可汗效果 没别的 结完婚的男人 是不一样 没明白 哪不一样 我没觉得 我有什么变化 就正常聊天 但是那些人 老敢在怀念半天 嗡嗡嗡嗡 因为我跟你 回答完问题 你也是不看直播 我跟你聊啥 我跟你 我跟你聊完了 过两年 你这两年 三年又不看直播了 又卸来了 我跟你聊什么 没有意义 对吧 老怀念以前不聊了 没有用的 等我抽一 点摸三星啊 死侍不看 没劲 你像蜘蛛侠呀 死侍 这种搞笑的超级英雄 我从来不看 我觉得没意思 所以我特喜欢看 蝙蝠侠 所以说现在出的 好多超级英雄 比较搞笑 我不爱看 搞笑的超级英雄 我从来都不看 看就看那些什么 超级英雄 就应该是严肃的 把这个大安川三百六封掉 还有什么 有没有分手的 是不是 媳妇跑着的 是不是 X战警变种人 我从来不看 没意思 漫威的电影 最多就是钢铁侠 美队 雷神 其他我都不爱看 我们觉得没劲 当然现在确实 钢铁侠也没有了 包括美队也没有了 坏人了嘛 也就雷神第四部 但是雷神第四部 拍的挺无聊的 没意思 那谁CK 所以说现在出的 超级英雄 真的挺没劲的 你现在最多的 去电影院也好 看电影 基本看的就是特效 没意思 反正是剧情 我觉得很无聊 漫威不能说拉 漫威 现在出的 所有的新的超级英雄 是为了年轻的观众 证明咱已经老了 明白了吗 你现在漫威 就跟那些 现在那个奔驰 新设计的汽车 一个道理 设计 就是说咱们要觉得 丑 证明咱岁数大了 不是给咱们设计的 你记住了 那些东西 都是给年轻人设计的 就包括现在 那些漫威的 那些新的超级英雄 粉丝并不是吸引的 是咱们 吸引的是年轻人 这就是改朝换代 吸一波新粉丝 明白了吗 没点关注的 点播关注 往顺便点播我的 三星任务 点播三星呗 兄弟姐妹们 今天没大哥呀 双倍亲密度 升个牌子呀 哥哥姐姐们哪 好家伙呀 升上粉丝牌了 好家伙 希望我刘总 今天能来康总也行 来个大哥吧 上不了手 所以说你要让我跟你聊 漫威的新的超级英雄 我真不会 不懂 不爱看 从来不爱 我黑豹都不爱看 黑豹一般嘛 奇艺博士二 我觉得也很无聊 就新的超级英雄 我觉得特别无聊 还有什么 疑难大政想听的啊 聊聊感情 有没有媳妇跑了的 往身边等会儿大哥 没准一会儿 是不是来个大哥 上不两手 点不两手 是不是 整两波了 那答案主 别的主播不聊了啊 你们要愿意看哪个主播就去看 别的主播跟我也没关系 别上我这房间什么都聊 我不想聊别的主播 所以你要没话题找话题 不要跟我聊别的主播 别的主播跟我没关系 你也不用在这带着节奏 明白吗 谁好与不好 你们爱看谁看谁 我不想聊别的主播 是因为我不想有节奏 你要愿意正常聊呢 咱正常聊会儿 你老聊别的主播 我不知道怎么去评价 对吧 你那分别也不刷 上来就老跟我聊别的主播 我特讨厌 别的主播跟我没有关系 人家挣钱多也好 礼物多 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没说兵范 但我没说你 明白了吗 所以我早就说过 不要在我房间老聊别的主播 老聊别的主播 你要没话题就闭上嘴就行了 不要老跟我聊别的主播 我不知道聊什么 静哥在成都已经被封了十来天了 那忍着呗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什么说这个呢 也没懂 说哪个呀 你说的说这个是说哪个 没懂 那谁周大爷 因为我不知道说别的主播说什么呀 你老让我去给你分析 那个主播 那个主播 问题我说啥呀 我是说人好 还是说人不好 我说人不好 人家恨上我了 我说人好 问题我也不熟 我咋给你评价 对吧 你要说评价评价 自己我熟的主播也行 但是现在也不让带节奏 我咋给你评价 给你评价半天 到最后你那妈看舒服 你走了 回头那妈节奏又起来了 超管夸风火 所以有时候就不爱聊这些弹幕 这弹幕吧 有时候真的就这帮小号特讨厌 有时候 这聊着聊着就开始跟你聊别的主播 就特讨厌 你要没话聊就不聊天 行不 不要老提别的主播 这您这一张口一聊天 老是别的主播怎么着 别的主播 那你说别的主播跟他妈我有什么关系 别的主播再好 我也没见你给人刷过一分钱 是不是 天天就老研究人家主播 我不知道人家主播挣多少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 谁退不退运 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觉得成年人也不会问我别人的事 他们退不退运 私下干什么做生意 我不太了解 他们不会告诉我 所以你们老问我 那个主播去哪 那个主播干嘛去了 我不太清楚 明白吧 还有什么想听 升上粉丝牌了 哥哥们姐姐们呢 正好后台现在还有他妈五张四张双倍呢 他妈的 这双倍和怎么办 开不完了 一大堆双倍没用呢 操 哎呀 没招啊 来个救场的大哥啊 上吧两手 我再说一遍 李一锋的事都于不让讲 如果再有刷屏这个问题 房管直接360封掉就好了 对因为这个问题每天都在解释 这种新闻热点都于不让讲 如果再后来后边再发现这种弹幕 直接360封了 封了别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 因为刚才说李一锋那事 那么超管已经提醒我了 不让讲 如果再有在这点了 聊李一锋的 直接360封掉就好 天天就是老关心人家有钱人的事 不关心关心自己的事 有什么可讲的呀 是不是 那谁会横 聊点正经的 有没有媳妇跑了的 敢动不敢言的 这杨小三的 可以聊吧两手的 上吧两手的 跟李个好家伙的 哎呀 我特别爱聊感情 包括北京的吃喝小吃 那谁那个唐僧 我刚想起来 唐僧昨天没来啊唐僧 昨天休息啊唐僧 我发现你只要一夜班 肯定夜里看我直播 唐僧 这就是职夜班太无聊了 没招了 没法弄啊 夜里看直播 能休闲了 我刚刚说了两天没来 我记得是这两天没看着你 想聊点啥 疑难杂症啊 媳妇跑了的 敢动不敢言的 然后呢 点拨关注啥的 哎呀 那谁兵烦 这两天晚上出去做兼职 这两天晚上你没上 你没干你那工作呀 你这两天晚上休息上外边做兼职 真不容易 唐僧一直也没问过你多大岁数啊 你多大岁数啊 唐僧一直也没问过你多大岁数 死亡 你多大岁数啊 唐僧 挣点钱真不容易 哪个茶 我不喝绿茶 我喝茉莉花茶 我的茉莉花茶喝的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28 明白了 28岁不大呀 28岁你为什么要干保安呢 我刚想起来 28岁你干嘛不跑跑业务 找个什么的那个快销什么的 干嘛不跑跑业务 张张见识 28岁做保安 说实话 那时间 岁数年轻这点时间 那点力气都浪费在保安身上了 干嘛不出去换个别的工作呀 你不 我告诉你 你不用去做销售 你要做 你可以做个业务 你甭管是食品还是化妆品 跑业务比较适合你 跑业务 你干嘛不选择去跑业务 女人适合做销售 男人适合跑业务 跑业务也能 也能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啊 你不一定非得做销售锻炼 你跑业务也行啊 跑业务锻炼自己沟通啊 交朋友能力多好啊 你干嘛非得做销售 我跟你说做销售可累了 做销售哪句话你恬不明 外人都不消费 做这个销售 一般女人做销售 男人跑业务嘛 而且跑业务还自由啊 想干嘛干嘛呀 跑业务也不能说好赚钱 但是跑业务自由 你能天天在外边 但是冬天冷夏天热 但是有一点好 自由 你不像说在办公室 在一个地儿死做的 确实挺压抑 所以我劝你 你要做还不如做销售 就是跑跑业务多好 你干嘛要做销售啊 快从国外毕业回去 想回国弄贸易 宝贝 所以说冰凡 不是说当哥的不理你 我就这么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从国外回来 回国想投资做贸易 你往哪做呀 你现在最多做贸易 就是国内之间贸易 国外的贸易 你肯定做不了 因为某情 第二 现在经济口罩这件事 都什么样的 你还敢投资做实体 就是因为所谓的 这个口罩这件事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是贸易 一个是旅游 全拉了你不知道啊 不挣钱呀宝贝 我操 你要说从现在回国 准备花钱投资做贸易 你是真不怕赔钱呀 你是真不怕赔钱呀兄弟 还是有钱没地儿花呀兄弟 现在都什么样的 你还敢投资做贸易 卧槽 个人建议别做这个 把钱留在手里 要不就是上一线城市 买房是最好的 都什么年代了 还做这个 哎 那谁那个小叶曲大哥 我都吃完了 才来都吃完了 实体店经济现在都啥样了 服装贸易 不太了解 反正做贸易的东西 个人建议别做贸易 那都现在都实体店 都啥样了还做贸易 你最多做贸易 就是网上找个主播 帮你带户 那挺牛逼的 现在做啥好 做主播 做主播不需要你投资 而且投资成本低 为什么 因为人人都有手机 电费 电费跟网费 基本就可以成本忽略不计 做主播来钱 现在是最快的 你现在要花钱投资 做实体 你不怕赔钱就行 甭管夏天还是冬天 冬不冬 有口罩这件事 就得封店不能开门 所以你要说 现在想挣钱 不投资做主播呀 你甭管上某音也好 某手做视频 还是来斗鱼上狗牙 做主播来钱快呀 做主播不需要投资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们老想创业 老想说自己花多少钱 去创实体店 实体店是稳定 当然现在不适合呀 比你有钱的老板 都他妈赔的一分钱都没了 就得实体店做的 对吗 双妹亲密度啊 上上粉丝班 帮弟弟点播三星呗 兄弟姐妹们 上不两手三星呗 兄弟姐妹们 今天没有大哥呀 大哥们没来呀 所以说 你干嘛非得要做实体呢 对不对 所以自己 你自己原来干什么 是你的事啊 跟我也没关系 跟我也没多大关系 你想干什么 你学的什么专业 你就干就好了 对吧 你不怕赔钱 你做实体没问题 但是现在做实体 不怕赔钱就行了 做主播没流量 那不一定 做主播最开始 做主播都没有人气 都是慢慢播起来的 越是没人气 你越得坚持播呀 现在都这样 对吧 你做生意 比做主播还要难 你刚开始做生意 也没客户啊 你做主播 也是没人气 都是坚持过来的呀 你不坚持 怎么有人气 没人气就多播呗 每天不都是这样吗 对吧 所以你老想挣钱 又觉得这个难 那个不想做 那你什么也别干了 对吧 那你就别创业了 那你就天天找个保安上班呗 那保安最基层的工作 确实也挺适合 不需要你操什么心 对吧 所以说这东西看你 你又嫌这类 又嫌那类的 那这东西呢 你说你怎么挣这个钱 对吧 而且你现在带节奏 妈大主播 超管会封你 不让带节奏 不像说以前没人气 带个节奏就能有礼物 明白吗 没流量很正常啊 因为有流量没有用 就是直播间 全是一分钱不刷的白嫖 这一场直播不挣钱 就是相当于没用 你光有流量 流量时代对于斗鱼来说 已经是过去式了 你不用笑话 现在属于直播的后期 谁能刷礼物 能挣钱 人气高不高 无所谓 明白吗 就算陪你这 陪你这哥们聊到后天中午 你也不会刷一毛钱 没有意义的 真是这样 你光要人气 现在不行 这个直播不是某音 你做短视频 人气高 你能有签约费 高你牛逼 这是直播 跟你有人气 已经没有关系了 明白了吗 光有人气 没有用啊 都是一些一分钱不刷上这来交朋友的人 没有用 主播这行业 就是刷礼物 挣钱 你懂吗 所以说句不好听的 人气时代都过去了 所以你的脑袋还停留在 哈哈 你没有人气 人气不重要 真的 这是实话 你要说句不好听的 要人气不挣钱 没有用的 你要说上某音 你有人气带货 可能牛逼街广告 人气高 对吧 所以说你会发现 越是不刷钱的 在直播间 看直播的事 就是事必挺多呢 就是要你这个人免费打字 一点没有用 这就是对主播这个 这个职业很现实的一句话 你不刷礼物 跟你聊到后天都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不看 所以就说句不好听 你爱看不看 无所谓 因为你看不看 你都不会刷一分钱 对于现在直播后期来说 明白吗 所以这东西很现实 没有人气无所谓呀 因为要你这个人气没有意义 因为这不是短视频 短视频是不需要大家刷一分钱 短视频是什么呀 关注越高 节目效果好 关注越多 能接广告 斗鱼的主播直播 没有广告了 要人气没有用 这就是很现实的一句话 明白吗 可能你们这些白嫖的人都不爱听 只能说在网络直播里边 白嫖不刷礼物的人 确实最多就是免费贡献弹幕 没有太多用处 这是实话 但是可能你们都不爱听这话 往现实说 谁刷礼物 谁是大哥 宝贝 你拿游戏主播跟我们娱乐主播比 你自己逻辑就有问题 游戏跟娱乐主播是两回事 知道吗 明白了吗 你拿游戏主播 根本就没法跟我们娱乐户外美食 明白吗 很显然你说这问题跟鸡巴缺心眼似的 所以你拿游戏主播跟我们娱乐主播是没法比的 那是两回事 懂不懂 还有什么 就瞎聊啊 聊到哪是哪 点不关注 帮忙 点点我的三星任务 好家伙 几个人头了 还没注意人头呢 还差四个人头啊 一毛钱 两毛钱 凑凑人头 上上我的三星 希望来个大哥 不知道刘总今天能不能来 还有什么想听的呀 刘青 凑到人头了 努力完成三星咯 今天没有人哪 还有三个人头 凑点人头 完成个三星 希望一发入魂吧 今天大哥少 不知道夜里又能不能来个大哥 超市这个行业以后行吗 民以实为天 小夜举大哥火箭 感谢大哥 终于来大哥了 我赶紧把这灯凑碗子 我这灯都没凑碗子 太尴尬了今天 今天大哥少 超市这行业行是行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干过超市 超市这行业就属于什么呀 民以实为天 超市你在哪开都不可能 没生意 但是超市呢 累 但是挣得不多 但是有一点好 毕竟是自己的买卖 自由 谢谢大哥 但是你做超市 你得记住一点 进口食品是绝对没有退货的 明白吗 就是你得注意 所谓你要开超市 这个校期的问题 别回头这些食品 各种食品的保质期 那是最重要的 小叶曲大哥 谢谢 明白吗 你做超市就是累点 能挣点钱倒是 挣得不多 你看那会儿 我在顺一住的时候 农村 都是一般就是什么呀 夫妻两口子 开内 你说挣钱吗 肯定是挣 但是呢 确实也很辛苦 所以你要自己想做买卖 做超市没有问题 但是你压货 包括校期 这都是问题 国产食品呢 跟他商量能退货 就是说可能这到期了 可能给你换几袋 不要钱 但是进口食品 包括超市也一样 进口食品 公司牛逼 人家就不给你退 所以你但愿干过超市 收货部的 我就干过 所以你都应该知道 所以你看很多 就是咱闲聊天说 就是你们家门口的 普通超市 基本都没有进口食品 就是一般小本买卖 开超市的 基本很少有进口食品 少有不多 因为进口食品 到期要破袋了 人家不给你货补 对 就不给你退 但是国产可能说 这袋食品坏了 夸人家再给你拿两袋新的 不要钱 就给你货补 所以说这东西 你做超市行是行 但是 就这个生产日期什么的 反正挺麻烦的 可能 你要真是做时间长了 每天都会有到期呢 你就得勤换了点 小野曲大哥 谢谢 现在县城的超市 80%厂商都对 但是进口食品 不给你换 进口食品就这样 就零期食品 到期的破袋的破损 没人理你 为什么人牛逼啊 我们进口企业 我们不给你换 但是国产的就没问题 国产的还是自己国家的东西 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我教你一个方式 甭管你想做什么专业 你要想自己创业很简单 就是假如说我想开个奶茶店 很简单 你啊 先别开 为什么 你看人家奶茶店的生意特别火 可能要是我 我也想干 这东西看人挣钱 自己也肯定想干 这很正常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教你一个办法 这个行业你要不懂 你千万别干 这行业你要不明白 你要花钱做 你一定是赔钱 你绝对不赚钱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你要说想干一件事 很简单 假如我想跟他们一样 同样开个奶茶店 你啊 就找 现实中你找一个奶茶店去打工 当个普通员工 从头慢慢干 怎么做奶茶 怎么进货 怎么弄 从头学到尾 你都掌握了 从哪进货 你都明白了 包括什么品牌的东西 然后你在开店 不能说赔钱 反正你有经验 就是比没经验强很多 就你做什么事 都要先学会 去懂这个东西 就是说 假如我家里 称一百个亿 夸我随随便便 跟你们一样 什么行业挣钱 我开什么 我绝对赔 因为我不懂 不懂的东西 千万别花钱 你绝对会赔钱 你就记住这句话 就年轻人 尤其大学生毕业 一定记住了 不懂的东西 千万别上来 就花钱 你绝对会赔 明白吗 你但愿找一奶茶店 有脑子的打工 打个一年两年 从进货 徐套做东西 哪进货 你都研究明白 相当于你就是老手 你什么都不懂 连进货 在哪进 你都不知道 这家店 你怎么经营 所以很多人都是 我不懂这行业 我看人家挣钱 我也花钱投资 你绝对赔钱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要真想 干好一件事 用心做好一件事 你就先学习 所谓的开奶茶店 就要学会去奶茶店打工 你看看人家 是什么精英模式 你都得学呀 奶茶店打工 一年就不想开奶茶店 不一定 水吧是最挣钱的 冬天夏天 冬天弄热茶 夏天弄凉茶 水吧是最挣钱的 因为水的成本很便宜 基本这一杯水的价值 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最多就是奶茶里的那些材料 原料可能能值个几毛钱 可能这一杯奶茶买二十 你记住了 水吧成本是最低 利润最高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创业 都花钱去投资做水吧 水吧真来钱 明白吗 特别来钱 但是你得会经营 你不会经营 他再赚钱 你他妈也是赔钱 你懂不懂 所以千万不要做不懂的事 你不懂的事 千万别花钱 你必赔的就这么简单 咱不就是瞎聊吗 聊到哪是哪 现在实体店都不好 是不好做 所以刚才有哥们说 就是说什么要投资现实 别投了大哥 这现在咱说这实话 经济都基本拉成什么样了 你还敢投资 往里花钱 都拉成啥样了宝贝 明白吗 这经济现在都拉成什么样了 你还往里投钱 你要聪明的人 绝对不会干实体 现在多难呀 你这店还没开呢 这口罩这事一出 你又得关门歇歇 房租成本人员工资 你都包括材料钱 你都得赔进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要问我 我不是说悲观 你要问我 你说吴静 我现在没钱也没工作 或者我没文化 我也找不到好工作 你就做主播 换句话说 可能说吴静 我做主播 我怕丢人 那你就饿死吧 你老怕啥丢人 你自己都没有本事 挣钱 你一拿兜里 兜比脸都干净 你跟我说 你怕丢人 对呀 不要投钱 做直播 不需要投资 有手机 有电脑 网跟电费 都有 也不用花钱 所以我也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投资 做生意 现在什么年代了 还做生意 现在都是玩线上 谁跟你玩线下 所以说能他妈 能他妈说 现在拿钱往里投资 玩命 想做实体的人 不要做 反正要有钱 不怕赔也行 你去做吧 你不怕赔钱 你可以做 明白吗 所以说这东西 你要有钱 你就做 没钱就别做 你要说想挣快钱 不需要投资 就是做主播 明白吗 没钱下 没钱下 你怎么活 没钱就要挣钱呀 或者换句话说 你为什么没钱呀 你不上班 天天跟那吹牛逼 在家待了 能他妈有钱吗 我告诉你 便便 你别看我拿嘴 挣钱 我就是比你挣的多 我就是比你有本事 你有什么可瞧不起别人 拿嘴跟那用嘴出话 吹牛逼 能挣钱 就是本事 就是有时候 我就特讨厌 你们这些小号 哎呀 你这个人 就用嘴挣钱 牛逼 你也开直播 用嘴挣钱 我瞅瞅 你不能 不能就闭嘴 我有钱吗 我比你有钱呀 这就是实话 我比你有钱呀 你要问我真心话 我就是比你有钱呀 但是我挣钱 说白了 我也是靠主播 大家刷礼物 你要觉得说 哎呀 无尽 我不能跟你一样 要饭 那你饿死吗 那你就继续上你的班 一月挣两三千 永远当个臭穷逼 连媳妇都找不着 不是我看不起你 所以你别跟我谈尊严 你跟我谈什么尊严 便便 你现实都没有钱 不挣钱 你跟我谈什么尊严 这是网络乞丐 那是网络乞丐 尤其你们这些小号 就是天天话逼车车 看不起这 看不起那 你自己连工作都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 看不起别人 现在这帮孩子的三观 就是这样 我不能做主播 为什么丢人 那你干什么 我普通工作 当保安一月两千 我说行那你干吧 就是 就是现在挣钱少的人 在网络上理直气壮 去骂那些比他收入高的人 真是这样 很现实啊 他自己没本事 看别人挣钱多 人家就丢人 这就是小孩的心理 太幼稚 这就是很现实 所以你要怕丢人 你就饿死呗 或者说 你一月挣两千 你没有钱吃饭 你跟我谈什么尊严 赚钱挣钱多 不违法 这叫王道 你兜里一分没有 你跟我说 你要面子 你要什么面子 你连钱都没有 对呀 咱说句不好听的 可能有点不太好听 没钱就是让人看不起 你甭管说社会的人看不起你 连亲戚朋友可能都嫌你穷 不愿意跟你玩 很现实 你老觉得说 虽然我穷 但是我人好 这个社会不是这样 哎 小叶曲大哥 感谢大哥 火箭 俩火箭 我跟年轻人说一句什么话 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28岁我都不怎么挣钱 一月挣四五千五六千块钱 真的 你没走到那种让人看不起的地步 你永远不知道多难受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啊 可能你是个孩子 可能22岁 23岁 245岁的小孩 如果有一天 你交了一个女朋友 可能说刚开始一礼拜 聊天说话非常正常 可能慢慢 俩人感情越来越深 可能女朋友指着鼻子 说你挣钱太少了 我看不起你 你不觉得扎心吗 什么叫生活 老百姓生活 就是多挣钱生活 而不是说我丢人 这个活我不能干 我上个班 这个工作五千 我不能干 为什么 我得干十万块钱一个月 可以 问题你会吗 年轻人就 我没跟你说吗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那会上班就是 我没上班之前刚毕业 我就有这种心态 我找工作 这工作一个月 没一万两万 我不能干 为什么 我牛逼呀 我怎么能干 那些保安的活 因为我年轻 我是年轻人 我怎么能干 那么让人看不起的职业 我告诉你 句实话 我跟你说 我那会儿小时候 让我当保安 我都不会 我就老想着 以后自己是主管 当经理 就你想的特别高 但是你现实一面试 人都不想要你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会 你连都真的 让你扫马路 你都不会 你信吗 就是公司里 最基层的工作 保安 包括保洁 让你扫地 你都扫不干净 你信吗 所以说年轻人 永远都是眼高手低 哎呀 你们网络乞丐 你还挣钱好丢人 你看我 一月两千 我不用舔大哥 所以你这一辈子 永远挣两千 聪明点的人 上班都得学会拍马屁 你不拍马屁 这公司到最后 你就滚蛋 很现实 这社会是人情世故的社会 虽然每个人性格都比较直 我不喜欢拍马屁 我也不愿意奉承别人 我也是 但是这个社会不是这样 对 你记住了 你不拍马屁上班 可能说在单位 你是最招人不待见的一个 其他身边同事都升职加薪 只有你升不上去 为什么 你不拍我马屁 你为什么能升职 所以不要抱怨自己 为什么挣钱少 说白了 还是自己没精力 还是自己没有情商 社会需要你有技术 也得需要情商 真的 就是说 我当个电工 整个这个公司 全是我一人修 技术牛逼 但是也得有情商 你跟那些CEO董事长聊天 肯定得点头哈腰 人毕竟 你毕竟靠人家吃饭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觉得 我上班说话就是值 人家说孩子 你不能 为什么不能说 我说的就是真实 是真实 有些话在社会上 真实你也不能说出来 你就跟叶问第一步似的 可能叶师傅跟那个 那个那师傅打架 打输了 被说出来不好 你看见你也装没看见 这叫人情世故 因为你的一句话 很可能导致人家没有饭吃 真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些小孩 一伤社会 这是乞丐 那是乞丐 你们挣钱怎么那么恶心 你问他一月 一月收入一千五 他还骂人家挣钱多 很努力的人 嫌人家是乞丐 也不知道这是谁教育你们 就给我的感觉 家庭教育非常失败 自己不学会挣钱 先学会借钱 或者说先学会瞧不起别人 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可能你说完这话 法治社会没人打你 但是很现实 可能别人心里就会觉得 这孩子家庭 父母教育非常失败 一点尊重礼貌都没有 能说出这话的人 告诉你的人绝对是什么呀 绝对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说的是最现实的 你要在社会上 或要学会尊重别人 而不是傻乎乎 我说话就这样 对 你是说话这样 社会的人不接受 所以你可能说 操我现在工作没有 不是因为我没技能 是因为我说话就这样 我就这直脾气 但是问题是你是这样 别人不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 不如社会 尤其孩子没经历过社会 阅历少的人 我得改变这个世界 我得改变这个社会 宝贝想多了 你不是超人 超人都有闲言碎语 所以记住了 不如社会要改变自己 不是改变社会 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超人都改变不了 这个社会 你懂吗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是 你们得跟我玩 可以 你有钱吗 你没钱 对不起 不能跟你玩 很现实 婚社会 大哥身边 为什么有小弟 有钱呀 如果我光牛逼 打架狠 我一分没有 没人会跟我混 你连钱都没有 我跟你混你妈呀 我跟你玩不出钱 我跟你当小弟 怎么跟你玩 很现实 现在就是记住一点 不要犯法 能挣钱就行 不丢人 有鸡巴什么可丢人的 吃不起饭 才叫丢人 知道不 一结婚拿不出钱 没车没房 人女孩人女朋友 指着鼻子骂你 你真鸡巴穷 我可不嫁给你 哎哟 你这个女的好现实 男人也会说你穷 太正常了 什么叫本事 我不骗人 我不违法 我正常挣钱 我自由 不用做班 我挣到钱 有女人喜欢我 这叫本事 而不是说 你们呀 这帮逼 天天挣那么多钱 也不知道干嘛 你看我 一月就挣两千 活得比你们幸福 幸福不幸福 只有你自己知道 一月两千够吃什么呀 熏鸡都吃不了 熏鸡现在 我得顺意买熏鸡 八十块钱一只 你挣两千块钱 每天吃一只熏鸡 你都钱不够 一个月你都吃不起 我撒方向 等我一下 等会那条 等我一下 一帮小孩 眼高手低 只要什么 是 我一只熏鸡 来吧 你还没关系 我打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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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